哈喽好家人们晚安 晚安安好好很高兴好今天我们就 又有这个机会请我们很喜欢的 爱报导AI News他们两位还有今天会多了一个神秘的 讲员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今天的内容会很丰富 所以我们就不浪费时间 愿圣灵大大的充满教官在我们当中 也愿我们听到的都能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而且不是只有放在心里都能够付出行动 我们该怎么做当如何行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 Eaton或是Flexia 还能拍手一下 谢谢大家又给我们这样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 那我们就在这里呢 跟大家潜谈一下就是我们对这些的理解 那我下面来share一下 那个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 按照圣经的原则投票 那投票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那我们认为说按照圣经的原则投票 对于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呢我们就根据我们有的一些经验 然后我们研究过的一些项目浅浅的跟大家谈几个话题 因为如果要聊起来话题实在太多 但是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就浅浅跟大家聊几个话题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频道 那上次我们在分享当中 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投票的重要性 那么今天的这个交通里面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现今发生的事情 神的话语可以教导我们生活中所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按照神的话语能够得着警戒 能够明白他正直完全的法度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频道 我们平时会在频道上面谈到 我们平时会在频道上面谈到各种各样的议题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呢 可以来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 那今天的我们的分享会针对六个议题 有多方面的讨论 那我们进行的步骤呢 就是我们先会从圣经来看 看神怎么说 然后我们会对比民主党还有共和党的党章 以及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推出的两位总统候选人来看 他们对这些议题都是怎么说 好那开始之前呢 想跟大家先来分享一节经文 因为神的律法真的是好可爱 而且是好甜蜜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反正我是在信主之前呢 我不知道啥是对啥是错 我怎么判断呢 就是绝大多数人说什么是对的 我就按照我自己理解 我说大家说是对的 这个就是对的 可是这一节的诗篇 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诗篇19篇7到11节在这里说 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 能使人心苏醒 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 能使人心快乐 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 能使人的眼睛明亮 耶和华的话语是洁净的 能坚立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 完全公义 都比金子宝贵 比大量的金金更宝贵 比蜜甘甜 比风房低下来的蜜更甘甜 并且你的仆人 也借着这些得着警戒 谨守这些就得着大赏赐 感谢主 那我们今天就按照 神完全正直的话语 让人心苏醒的话语 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一些议题 第一个呢 就是每一个人都很在乎的 就是生命权 堕胎权这个东西 其实在美国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这次大选 共和党其实有在逃避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共和党的一个弱点 然后民主党就是一直在供这个问题 那因为他们的支持者 都几乎都是支持堕胎的 所以说我们就来看一下生命权 好那生命权呢 基本上这里讲到三个事情 就是你不管是听着说什么 女性的自由选择呀 或者是说我的身体我做主啊 或者是讲到什么啊 是不是reproductive race 就是生育权利 其实他们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呢 这一个词是很多很多人不愿意提起来 不愿意听到的 因为感觉说这个太赤裸裸 然后太难听 感觉让人听到之后实在是太难过 那是什么事呢 讲的同一件事就是堕胎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说圣经对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说呢 首先是我们看到第一个例子 就是诗篇139篇 看到说大卫王啊 他对生命的认识是什么 他在这里讲到说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所以这个是大卫跟神的一个祷告 这个是他对生命的一个认识 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他说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 就是我们看到那种怀孕的妇女 对不对 大卫对这个事情有个深刻了解 就是我在母腹当中的时候 你已复辟我 而且我的体质还没成形的时候 其实他讲的这个没有成形的体质 是人类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 对吧 就是我们知道说大家大概怀过孕的 有个孩子都大概比较会了解说 人的生命历程是吧 也看过那种图片吧 什么几周的时候长什么样 然后几周长什么样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就长很大 可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甚至都没有X光的时候 大卫他了解这样一个事情 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 我觉得他讲的是很早的阶段 大概是什么精子跟卵子刚刚相遇 就是还没有一个什么形状 我未成形的体质 他说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所以神对他有个非常美好的命定 大卫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那么除了大卫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人哈 耶利米书 耶利米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先知 一直到现在我们每次读耶利米书 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国家的情况 然后世界的局势 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很扎心的感觉 我们都说啊主啊你的话说的简直是太对了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警醒 那么在耶利米蒙昭的时候 耶利米到底是啥时候蒙昭的 在这里讲到说耶利米书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这个是神亲自跟耶利米书的 神这么说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就是这么早 就是这么早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过 就是我们看到科技越来越发达 很多人又读了医学院 然后又那个本科念完念硕士 硕士念完念博士 博社念完念博士后 然后到最后留在一个什么科研机构 就在那研究 研究了半天就说 啊 这个 这就是一团细胞 是吧 我们现在很多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但是你知道 耶利米他没有任何的学位 他没有任何的学历 但是他听到的话 是耶和华神亲自临到他的 这个比你的什么学历 没有办法比 所以神告诉他说 你未出母胎 我已经分别你为圣 而且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那按照现在的话来讲 耶利米当时是啥身份 他不是耶利米 他或许那个时候名字也没起好 他只是一团细胞 但是神把这一团细胞 已经分别为圣 而且已经派他做列国的先知 我想神有这样一个心意 不光在耶利米的身上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一样 对不对 我们在母腹里面 我们也不是一团细胞啊 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人 这个身份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不用羡慕耶利米 我们现在也有机会可以做列国的先知 我们现在做很多很多事情 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还有圣灵栖息的时候 靠着圣灵来行事 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 那下面一个更不得了了 这两个人例子 啥例子呢 就是施洗约翰还有主耶稣 这里呢是讲到这个路加福音 一章41节42节44节 我在这里挑出来 这里讲说什么呢 说这两个怀孕的妇女见面了 哪两个怀孕的妇女呢 一个是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是施洗约翰的妈妈 那另外一个妇女是谁呢 就是玛利亚 玛利亚就是耶稣怀耶稣的妈妈 那这个里头讲到说 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 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 谁在里面跳 施洗约翰在里面跳 施洗约翰直到说 哎呀主耶稣来了 他在里面跳跳跳跳跳跳跳 然后呢 伊丽莎白这个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了 然后伊丽莎白就高声喊着说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他这个话是对玛利亚说的 他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 一入我耳 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所以感谢赞美主 这样一个场面是 是多么多么让人感到激动 是不是你说一个怀着施洗约翰的妇女 一个怀着主耶稣的妇女 他们两个一见面 然后施洗约翰在里面跳跳跳跳 感谢主 还好啊 玛利亚跟伊丽莎白 他们不是女权运动人士 买八滴买翘一下 他们两个如果放在现金 他们其实是非常有理由可以去堕胎的 为什么 你看伊丽莎白多大岁数 伊丽莎白年纪是很大的 放到我们现在话说叫啥叫高龄产妇 现在人说了40以上生孩子你就危险了 说这个是高龄产妇 但当年这个高龄产妇 他没有说我是高龄产妇 对吧 我为了我自己的生命 我必须要去剁掉我的婴孩 你是要婴孩的生命啊 你还是要妈妈的生命 感谢主 他当时就是这么的单纯 所以 谁除了母妇 施洗约翰除了母妇 哇 我每次读到施洗约翰的故事 包括到后来 他是如何殉道的 我都是感动到热泪盈眶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 对吧 那另外一位更不用说了 感谢主 玛丽亚 她不是女权运动人士 是不是 你说玛丽亚 她更有理由了 哎呀妈呀 我一个大姑娘 这我眼瞅着要结婚了 什么事啊 这为了保存我的名声 为了让我的未婚夫 还能要我 对 你说这事你咋说 你说我是玛丽亚 我都不好说 我怀孕了 再说谁的 圣灵的 哎呀大姑娘 你别别了 圣灵的 你说是谁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事 你让全村的人怎么看你 是吧 尤其是那个时候 所以感谢主 好 他们不是女权运动人士 他们知道 他们了解 生命的可贵 甚至他们那个时候 没有像现在周全的检查 没有一个大标灯的医院 可以让你去 但是他们了解到 而且他们知道 伊丽莎白跟玛利亚 他们知道 他们怀的才是重要的生命 在神眼里看来是重要的 而且是神亲自赐给的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旷野中高声呼喊 为了主耶稣铺平道路的十几约汉 我们也看到 那一位神的羔羊 可以道成肉身 流出保险 除去了我们的罪 所以感谢赞美主 好 那我们就看到 从这四个人 实际上我们看到 神对胎儿 美好美好的命定 这个是圣经里面 给我们举的非常多的例子 很多人就说 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 什么堕胎不堕胎 对吧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事 等等等等 但是其实你看到 神对生命的宝贵 神对胎儿的命定 还有美好的旨意 计划 全部都写在圣经里面 主耶稣他自己 就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还有见证 那么除了 我们了解到 神对胎儿美好的命定 之外 神的诫命也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 说不可以杀人 这个是十节里面的内容 那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 在这里写着 就是说不可杀人 那不可杀人呢 是十节里面的 第六节 那这个不可杀人的 这个的原文 执意就是不可谋杀 就是你不能说 你故意的去杀人 这个谋杀这个词 是带有贬义的 特指是蓄义而为的 就是我故意的 我知道我为了要杀他 我去杀他 就是我故意要去杀害这个人 然后是不义的杀害 那例如说 比如说你对一个弱者呀 无辜者呀 还有义人的这样一个杀害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讨论到 就是堕胎这个行为 他是不是谋杀 因为你这里可以看到 他要他要符合一点 就是说 这个人知不知道 他是去干嘛的 很明显他知道 如果他要是不知道他干嘛 他可能就去超市了 如果他不知道他干嘛 他可能看这边有open house 我就去看一看买个房子了 对不对 他知道他是干嘛的 他知道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 他特别从网上查说 我要找一个可以多台的地方 他特别开车过去 他特别进去问说 如果把这个留掉了 我的身体会不会ok呀 然后你可不可以确保说 这个手术成功啊 等等等等 所以妈妈是知道 去多台诊所是要干什么 然后他也清楚的知道说 在我身体里面 这个就是我的小孩 那么实行手术的医生 知不知道要干什么 实行手术医生 知道要干什么 而且他用他在医学院里面 学到的专业的知识 去杀害这样一个人 所以这不是一个意外 这也不是毫不知情 这个是蓄意的一个计划好了的行为 而且我再加一个就是 很多人说 这样你这都是圣经的东西 你跟普通的人讲没有用 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 肚子里的小孩是小孩 是一个人 就像任何孕妇在车祸里死掉 或是任何一个孕妇在被谋杀之类的 你都是判两次的谋杀罪 为什么叫做一师两命 所有的人在认识神之前 都知道那是两条命 都知道那是两条人命 你都是以杀了两个人的方式 来计算这个罪行的 为什么现在读了大学 读了这个之后 这些人就可以变不是命了 所以说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想的一些东西 你继续 好所以感谢主 让我们不至于说 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 我们迷失了我们的方向 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是在这里 好 神也告诉我们说 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 在这里呢 我列出了三个经文 神明记 诗篇 还有耶利米书 在这里都讲到说 我们不能流无辜人的血 那很多人就说 这个是吧 堕胎的胎儿都死掉那么多了 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 在多死几个 少死几个 那个人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些人是这样的想法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住在美国的这片地上 神是极其恨物 一片地上流无辜人的血 你看在生命记 这个十九章里面 第十节 他在这里说 免得无辜之人的血 留在耶和华 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 流血的罪就归于你 所以这个事不是说 跟你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你说我平时不看新闻 我大门不出 二门门不外 我不知道了 这个多不多才你的问题了 这个其实不是你的问题 神告诉我们说 如何我们要好好的居住在神赐给我们的这样一片土地上面 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死了 对不对 你也死了 我也死了 我们死了之后后代怎么办 我们很多人移民到美国 不就是因为美国好吗 我们希望小孩可以在这里成长 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 厚厚代代都可以在这里很繁荣 很昌盛 一直在这边生活 可是神在这里说 说你要从以色列里除掉流无辜血的罪 使你可以得福 我们除掉流无辜血的罪 我们是可以得福 好 那在诗篇里面 他也是同样说说流无辜人的血 他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讲到无辜人的血是谁的血 自己儿女的血 那帝就被血污蔑了 好 那在耶利米书里面也说说怎么样呢 说如果说我们想要回转向神的话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他说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 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实行公平 不弃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 这个算是里面其中的一条 就是我们如何要改正我们的行动和作为 有一条是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 神说他答应我们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就是我古时所赐你们列祖的地 直到永远 所以这个问题不只是个人的问题 这是一片地的问题 这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在这里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民主党的党章 2024年的党章 那么他们在党章里面 对于堕胎的问题是怎么说的呢 我有highlight几点 他这里讲到说 拜登总统 副总统哈里斯和民主党 正在努力的恢复 女性在每个州的生育自由 然后呢 在这里又讲到说 政府正在保护堕胎的获取 就是让每个人可以 很简单的就堕胎啊 那其中是怎么样呢 他说包括为药房开辟新的途径 让他们能提供FDA批准的堕胎药 也就是说 民主党是希望堕胎可以变得越来越简单 就是你不用非得要去堕胎诊所里面 他希望说你只要去到一个药房里面 你就可以买到堕胎药 你就可以按照上面的说明 回家按时服用 你就可以杀死你的小孩 那么在下面呢 他还讲到说 这个隐私保护的问题 他说他要严厉打击 非法分享个人信息的行为 同时还发布了 学生隐私保护的指导意见 什么意思 学生的隐私保护 现在大家都知道 12岁以上的小孩的病例 家长已经不能够查看了 那他这个说 发布学生隐私保护的指导意见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孩子在学校里面堕了胎 你不能够查了 你家长不会知道了 学校不会告诉你了 学校会帮助他 去获得这样一个堕胎的东西 但他不会告诉你了 那这个事情发生的非常可怕 在两年前 我们就在这边认识一个候选人 他也是选加州众议院的候选人 那他曾经就发现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在他曾经就读的高中 那个高中 把堕胎诊所引进到学校里头来 为什么 高中需要堕胎诊所 为什么 很明显吧 高中里面都是谁 就是学生嘛 那他这个堕胎诊所要为谁服务呢 要为学生服务嘛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现在把堕胎诊所放到学校里头 然后他们还在这里说 他们要保护学生的什么隐私 也就是说小孩在外面干什么事了 你家长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就更不知道 从哪里管起来 每个人不 不会要相信说 我的小孩会干这些事情 他们不要要剥夺家长教育自己小孩的权利 而且他们还为了要确保人能够获取 堕胎方面的法律支持等等 他们还特别推出了一个政府的官方的网站 而且在上面招募了200多个律师 还有倡导者要帮助提供堕胎方面的法律的辩护的咨询 那我们来看一下共和党的党章 在这里讲到说堕胎的问题是怎么说呢 他们在这里说 我们坚定支持家庭和生命 我们相信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 保障任何人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 不能被剥夺生命或自由 因此各州有权通过保护这些权利的法律 经过51年的努力 因为我们的推动这项权利 终于回到了各州和人民的投票的手中 那他指导的就是Roe v. Wade 这样的一个终结 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那就是川普任命了三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他们一起推翻了Roe v. Wade 那这个Roe v. Wade在过去的50年的里面 他们杀掉了有大概6000万的婴儿 那就说整个美国 就是我们美国联邦不管这个事 你们每一个州自己去投票 如果你们州投出来说 我们不要堕胎 那就是不要 然后你们的州投出来说要 那就是要 就是这个事联邦不管了 向下放到各个州里面 那他在这里讲到说 我们反对晚期堕胎 同时支持母亲 并且推动有关产前护理 避免措施和试管婴儿的政策 那他写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并不是说完全百分之百的同意 但是 但是今天时间有限 就没有办法挨个这样过去 我们今天就主要focus在坐台的上面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Kamala Harris 贺锦丽或者你叫她哈里斯 她在这个事情上面是怎么说的 Women's rights in America are under attack If the court overturns Roe v. Wade it will be a direct assault on freedom on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which all Americans are entitled Roe protects the right to access abortion it also protects a woman's right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what she does with her own body 好 这个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来说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Donald J. Trump 川普总统 他说的是什么 I think the six weeks is too short uh it has to be more time and so that's 声音好像没有放出来 刚刚也没有 啊是吗 有声音 刚刚有声音 有声音 哦有声音啊 哦好 那那那那我来 接着放了哈 I think the six weeks is too short uh it has to be more time and so that's and I've told them that I want more weeks so you'll vote in favor of the amendment I'm voting that I am going to be voting that we need more than six weeks look just so you understand everybody wanted Roe v. Wade terminated for years 52 years I got it done they wanted to go back to the states excep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me for Ronald Reagan for others that have navigated this very very interesting and difficult path our country's been torn apart by Roe v. Wade for years for years and if you go back 10 years 15 years all they wanted to do is they wanted it back in the states they didn't want it to be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 was able to do that I believe in exceptions for life of the mother if you look incest rape 好 好 那这个就是 两边的比较哈 那像民主党呢 他基本对这个东西是完全开放 一直到足月出生了 他们认为都是可以 那川普在这里 他说的他认为说六周内的这个就是六周啊 他觉得时间还是太短 我觉得他大概是支持到15周 对啊 这样的 他是大概支持到15周 就是15周之前是可以的 然后15周之后是不可以的 啊 那么当然了 从圣经的角度来讲 就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没有一个时间的期限 呃 不是说你六周就OK 15周就OK 圣经的角度来讲是 堕胎就是不被允许的 那我们看到在堕胎这个议题上面 呃 共和党 比较接近圣经的要求 因为他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从刚才川普来讲的话 他是说15周 然后对于呃 赫锦丽来讲的话 他说一直到九个月十个月 好 好 啊 那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以色列的议题 因为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现在那个地方正在打仗 然后他跟伊朗的那个关系 那圣经对于以色列 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的 以色列要有什么样的政府 要有什么样的文化 甚至国家的大小领土 都写的一清二楚 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为他的子民 而且给他们也特别的应许 创世纪12章2到3节 我们请佛地亚帮我们念一下 好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那这里强调了 祝福以色列的重要性 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友 如果没有美国的话 以色列就会非常的难生存 很多人说 美国就是 神给以色列最棒的祝福 这个绝对是真的 从以色列1949年建国开始 一直到现在 美国越支持以色列 美国的文化就越完善 越尊重神的律法 国力也越来越强 美国人也更受到神的祝福 而当我们越爱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就会越爱以色列 当然这也不是说 以色列不管怎么样都是好的 当以色列不顺服神的时候 神也是给了非常严厉的警告的 那生命纪28章15节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底下就是一堆的咒诅的话的那个地方 那在圣经里面 受到最多祝福的国家就是以色列 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的 也是也常常是以色列 神对于以色列有非常明确的要求 照道理说以色列人 他们是要做的 比地上的所有的人都好的 所以当以色列背逆神的时候 拒绝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 神的典章的 神的诫命的时候 惩罚就一定会来 而且神会亲自的去降下这个惩罚 那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要尊重以色列的历史地位 也要真正认识到 以色列不只是那个国家 而且而是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神的子民 那在这边 罗马书11章17到18节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 你这野橄榄得皆在其中 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 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 若是夸口当知道 不是你拖着根 乃是根拖着你 对这段罗马书的经文里面 保罗提到外邦的基督徒说 我们不可以骄傲的去对待犹太人 不要觉得说我们比他们还要厉害 我们要取代神学 而是要了解说我们的信仰的根基 就是来自于以色列 就是来自于犹太人 我们之所以可以强大 我们之所以可以有律法 我们之所以可以有圣经 我们可以得到耶稣的救赎 是跟以色列脱不了关系的 而且神对以色列还有他的计划 这就来到美国应该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 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 以色列现在又跟伊朗起冲突 跟附近的国家都起冲突 很多人就会说什么 以色列是中东国家唯一的一个支持LGBTQ的 很邪恶所以应该要被灭国 其实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来看以色列 诗篇第112篇第6节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弥加书6章第8节 世人呢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就是无论以色列是否符合神的旨意 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一点都没有改变 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每一个人 要以公义怜悯的方式来去看以色列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保持谦卑的心 按照神的典章来去行事 如果以色列违背了神的旨意 基督徒应该要忠于圣经 我们要记得我们跟他们一样 读的是神的话 就表示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 是敬拜的是神 而不是自己的国家 最明显的地方就在耶利弥书 耶利弥书3章第12节 你去向北方宣告说 耶和华呀 耶和华说 背道的以色列呀 回来吧 我必不怒目看你们 因为我是慈爱的 我必不永远存怒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表示基督徒应该要以祷告 还有支持的态度 来看现代的以色列 而且就跟我们自己要悔改一样 我们也要呼吁以色列要悔改 当以色列背弃神的时候 神仍然呼吁他们要回归 就像我们的国家背弃神的时候 我们要劝勉我们的国家悔改 特别像现在这样的 不管是北边的北家 还是南边的南家 当以色列背离神的时候 我们也要有同样的勇气 用爱心说诚实话 劝勉他们回到神的旨意当中 以上就是圣经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看以色列的方式 那接下来就是民主党的党章 民主党的党章 对于以色列是非常矛盾的 根据他们自己发出来的声明 他们要使用以色列为 美国的在中东的反恐基地 他们不断的把各位的纳税金 送到以色列来增加以色列的国防 但是他们同时也在资助 把各位的纳税金送到哈马斯那个地方 送到巴勒斯坦那个地方 2023年的时候 10月7日 哈马斯的攻击之后 拜登政府也给了哈马斯一堆的钱 这是很多很多批 不只是这一个 跟巴勒斯坦的政府 有超过了3.6亿的美金 说这是人道主义的资助 然后也给了以色列2.5亿的军事资助 而且民主党对于以色列 里面是党内是非常分歧的 民主党掌权的人 是非常支持以色列的 很多赞助民主党的人 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大老板 所以当民主党资助 哈马斯跟巴勒斯坦的时候 他们会非常非常生气 但是民主党基层 却非常憎恨以色列 因为他们已经被民主党 跟主流媒体教育成就是巴勒斯坦的人很可怜 长时间的生活在以色列的压迫当中 过着水生火热的生活 天天都吃香蕉皮 巴勒斯坦的领土被以色列占据 以色列是邪恶的 OK 应该要被灭国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 从约旦河到地中海 巴勒斯坦要获得自由 意思就是要彻底的消灭以色列这个政权这个国家 那共和党方面在以色列的议题上面 同样是有相同的矛盾 目前的这个战争 共和党基本上都是支持的 都是支持以色列的 但是共和党考虑到美国内部的财政问题 而在党内产生了分歧 绝大多数的共和党人 特别是我们这些传统的保守派 认为说美国在中东地区要有强大的盟友 以色列就是美国的长期盟友关系 可以共同的面对哈马斯 真主党甚至伊朗的威胁 但是共和党有些人认为说 美国目前的财政赤字 已经超过了危险的水平了 各位应该都知道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债 可以高到像美国目前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现在这样子无条件的资助以色列 需要重新的考虑一下 很多共和党的人认为说 应该要把这些援助改成是贷款 然后可以帮助以色列 也可以保护美国的利益 那共和党另外一边的人呢 叫做孤立主义 认为说美国的内部问题已经很多了 现在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增加外国的援助 虽然我们还是要保护 还有继续支持以色列 但是在美国的解决内部财政问题之前 应该要维持原本的资助 OK 那甚至要减少对于以色列的资助 不只是这个样子 不只对以色列是这个样子 目前对所有的国外的支出 都应该这个样子 乌克兰 台湾 南韩 日本也应该有相同的态度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他是怎么说的 我抗拒这些攻击不逃 我看得着 伊朗是一种危险的力量 中央的力量 而今天的攻击是以色列 只能更加示范这些事 我所说的 我会保证以色列的能力 以色列的能力 对伊朗和伊朗抗争的 预防的预防 我承认以色列的安全 而让我确定 伊朗是不仅仅是一体的 伊朗是一体的 伊朗是另一个射军 尤其是美人的预防 我们不会有什么 预防 去防止 美国和伊朗抗争的 与伊朗抗争的 美国和伊朗抗争的 对伊朗抗争的 伊朗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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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争抗争的 美国和伊朗抗争的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看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Donald J. Trump他是怎麼樣看以色列的 我會支持 Israel's right to win its war on terror, they have to have a right to win the war. Thank you. And I will give Israel the support that it needs to win, but I do want them to win fast. Wouldn't it be nice if they could win fast? And we have to let them win fast. To our enemies around the world, we want our hostages back, and they better be back before I assume office. If Kamala Harris and Tim Walts are elected, the radical left flag burners and Hamas sympathizers will not just be causing chaos on our streets, they'll be running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White House, and Israel will be gone. It will be gone. I never thought I'd say that a year ago, even two years ago. I never thought I'd say it. But Israel will be gone, I believe. And remember everything Trump said was right. Do you ever see the sign? Everything I said was right. I actually think it's true. Yeah. 那根據共和黨跟民主黨的黨章 還有剛剛川普跟賀錦麗的這個片段 我們可以知道他們嘴巴上都是支持以色列的 但是雙方的做法是非常不同的 而且雙方的目標也是不一樣 川普希望戰爭可以停止 而且美國要支持以色列用最快速的方式來停止戰爭 卡瑪拉·哈里斯的做法比較不一樣 他這邊要討好民主黨的基層 對於巴勒斯坦的支持 他也會說他支持以色列 但是他認為戰爭會擴大 他認為說美國要介入戰爭 我們會做必要的行動 也就是說美軍 要出動美軍跟以色列的國防軍 一起攻打伊朗還有周邊的國家 其他的說就是他希望美國參戰 而且他需要的是美國的大眾跟國會來支持他 讓美國進入一場戰爭 川普則是希望美國不要參戰 他希望可以給以色列很多的資源 在美國不參戰的情況下 在沒有美國的軍人死亡的情況下 可以結束戰爭 而且越快越好 然後他在帶領以色列跟周邊的國家 簽訂和平協議 這個是他在2020年的時候 9月15號就開始簽署 亞伯拉罕協議 Abraham Accord 讓以色列可以跟巴林 阿聯 蘇丹 莫洛哥 Morocco 都簽署了和平協議 意思就是雙方都說要支持以色列 但是民主黨試圖要擴大戰爭 而且希望美國參戰 共和黨則是希望在美國不參戰的情況下 以色列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迅速地結束這場戰爭 好 那下一個是邊境方面的問題 很多人會在這個上面糾結 就是說這邊境這聖經根本沒講到邊境 那個非法移民很好 我們很愛他們 然後大家就快來吧 邊境開放也沒有問題 好 那麼針對這個界線呢 這個還有就是國線的這個事情 聖經是怎麼說的呢 在這裡面哈 這個詞叫boundary 或者叫border 就是這樣一個界線 那這個詞呢 在聖經裡面又翻譯成叫 境界 邊界 地界 還有江界 那下面就是這些經文裡面都出現過 那這個呢 他講的這個boundary 還有border 這個適用於你可以是地理的範圍 比如說人 這個國家跟國家之間的這樣一條線 這個國境線到底是什麼樣子 也可以指其他的權利範圍 就是我有我的權利 你不能過來侵犯我的權利 因為我這裡是有一個界線 所以聖經是支持你個人擁有財產 或者是你有自己的權利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作為很多獨立的課題 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這個community 我們也是可以設定一個界線 那我們作為一個國家 我們的國家 我們也是可以設定這樣的一個界線 所以這個界線動詞呢 這個叫就是定一個界線 就是set the limits limits就是一個極限 就是我設定我的這個線道在哪裡 你不能夠超過 這就是一個limits 好 那在生命記裡面 也講到 聖經沒有反對 國家有自己的邊境 在這個生命記裡面講到說 在耶和華 你神所賜你 承受為業之地 不可挪移你臨設的地界 那是先人所定的 就是在這裡講到說 你有你的地方 他有他的地方 他們那個時候 設定界線還是放一個石頭 如果要是看英文版的話 他講的說是 你在border放一個石頭 就是stone 他就說你不能 沒事你跑去 那個你看沒人的時候 你就就挪人家這石頭 是不是 你就往那邊挪 往那邊挪 把我這地方 擴得越來越大 他說不要 你不要動你 臨設的地界 那是先人所定的 就是說你在你自己的地方 好好生活 聖經沒有反對 每個人有自己的邊境 聖經沒有反對 你家有你家的大門 他沒有說 因為你愛人 所以你的家要敞開來 甚至那個聖經還告訴我們說 啊 羔羊的血嘛 那個時候要領他們 摔集的時候那個 雞殺天使說 你要把高昂的血塗抹 在門櫚 還有門框上面 就是這就是你家的門了 那你家門就是你進去了 對不對 就是不是別人要進去 你要歡迎大家都進去 你蓋房子幹嘛呀 你有門幹嘛呀 大家都躺地上不就完了嗎 對不對 這什麼你家我家的 大家都是一家 沒有這個 所以呢神是 要我們可以擁有我們自己的東西 然後可以有我們自己的邊境 並且他就說 你不要沒事去動人家的 就是你有你的 你就有你的 你別偷偷摸摸的 就搞這種事哈 啊 那神也說呢 說怎麼樣說 神要我們遵守政府的法律 羅馬書13章是在疫情期間 大家用的最多的 那大家當時用這個是怎麼說呢 大家吵架說 政府該不該關教會的門 所以那個時候很多人說 該關就是該關 說為什麼 因為羅馬書13章啊 告訴我們了說 我們要遵守政府的法律 那包括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非法入境的移民 大家都說他們很可憐啊 對不對 那他們進來就進來嘛 哎呀幹嘛對人家這樣子呀 管人家非法移民太難聽了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羅馬書13章 會給人造成一個很confused的結果 就是我到底要聽什麼呢 這個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然後我的愛心 什麼時候是愛心 什麼時候又不是愛心 好那神在羅馬書13章裡 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不要遵守政府的法律 我們一定要遵守政府的法律 很多時候你可能覺得說 那不公平啊 憑什麼什麼什麼 神說我們要遵守政府的法律 但是有一點 唯一的例外的情況就是我們 什麼時候不要遵守政府的法律 就是政府的法律 我們要聽神的 我們要聽神的 但是政府的這個法律 它根本就沒有違背什麼神的話語的時候 那我們要不要聽政府的法律呢 我們要聽政府的法律 因為這個是羅馬書13章 告訴我們 而且再加上一個就是政府 我們把政府想成是一個王的一個方式存在 但是現在其實美國政府不是一個王的方式存在 美國政府是什麼 它是在美國的憲法下面的 意思是什麼 就是美國政府也要遵守美國的法律 美國的政府 美國的總統 美國的國會議員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在法律下面有特權 他們也是在法律之下的 所以當Joe Biden用什麼行政命令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違法的 其實他們開放邊境 美國的邊境是有非常嚴密的法律在這個地方的 是他們犯法了 照道理說如果說Joe Biden是一個基督徒的話 他是個天主教徒 他自己說的 他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他應該要支持 他應該要守護這個法律才對 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國會議員 我們的警察 他就是要來守護憲法的才對 但是他如果沒有 而且他破壞這個法律的話 其實他應該要負責任的 因為他沒有聽在上掌權的話 然後他說他是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我們也知道說的確是 尤其是在華人的群體裡面 很多走線進來的非法移民 其實他們是想要追求一個更好的生活 很多人說我來這邊打工賺錢 這邊的一塊錢等於中國的七塊錢 他們是想要很好的這個生活 然後想要給家人提供餵養 然後他們想要逃離貧困 這些目標有錯嗎 這些目標沒有錯 這些動機想要追求好的動機有錯嗎 沒有錯 但是通過違反法律 來實現一個好的目標 不符合聖經 照顧窮人 孤兒還有寡婦的確是聖經 要我們去做的事情 但是聖經沒有讓我們 違反法律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不應該支持開放邊境 尤其是如果我們了解到開放邊境 其實給很多的婦女還有兒童 帶來性上面的拐脈 那是非常非常慘不忍睹 你知道現在美國有多少的校園裡面 有多少的孩子死於芬太尼 其實這些都是開放的邊境 包括很多人說那個討論槍支議題的時候 就說我們真是生命 我們反對槍支 可是你知道嗎 開放的邊境 進來了多少走私的違法的槍支 而且這些槍支都是黑幫火拼的時候 你知道殺死了多少人 很多人走在馬路上 如果你要是住在一個黑幫的聚集區 那可能黑幫人啪啪在那開槍 有人就走在路上就被打死了 之前就在他們家那邊就是 麥當勞門口兩個人 莫名其妙就是被打死了 為什麼因為黑幫在火拼 我住位死活病呢 對 所以呢 如果大家要是想要了解說 邊境開放到底帶來什麼樣的問題 我推薦大家去看這樣的一個電影 這個電影明天上映 在這做一個廣告 但是這個廣告其實就是 雖然裡面有我們 但是其實裡面有沒有我們 其實並不是很重要 我們只是參與在裡面一個小部分 但是我們昨天去看了這個首映 我們的確感到非常的感動 你會從裡面看到 這個 James O'Keefe 他自己去做這個臥底 他去了德州 去了加州 就是去這些邊境拍那些血淋淋的 現實的 就是這些走線的人 還有政府的所作所為 所以請大家去看 明天就會上映 大家如果掃一下二維碼的話 你就可以在網上看 他開到非洲去 然後跟著那些要來美國的人 一起坐火車 上面全身都是碳 蓋著這個 然後在那個地方 一堆人跟著一群 他西班牙語好像講的也不是做得特別好 就是一起坐著火車上去 他花了非常多的心血 然後我們很榮幸 我們竟然可以參與到他們的拍攝裡面 然後我們也去做了類似這樣的事情 所以請大家 如果想要知道邊境發生什麼事的話 歡迎去看 而且這不是一個很悲慘的一個電影 它是一個給你很多希望 但是可以讓你看清楚 現在到底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之前 我們要先知道問題是什麼 很多問題就是在這個電影裡面 會被expose出來的 對 好 我們快速一點 這個時間有點不再來 我們來進到下一個 這個就是批判種族理論 那批判性種族理論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議題 每一個人都知道種族其實不好 是不正確的 這個並不是一個普世價值觀 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有一個種族優越感 各位都是華人 也有這種華夏文明的優越感 因為我也有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聖經是怎麼說的 那創世紀1章27節 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聖經一開始只有兩個人 然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亞當跟夏娃的後代 然後大洪水之後 我們剩下諾亞一家八個人 重新開始繁殖 在各地建造不同的文明 總之創世紀這邊的經文非常表明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無論種族人人平等 那加拉太書3章28節 並不分猶太人西里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啦 這裡強調就是無論種族或是社會地位 在基督裡都成為一體 聖經不斷地強調各種族之間的這個合一 而且是全力地反對種族隔離 種族歧視的 那約翰福音4章9到10節 那薩瑪利亞婦人對她說 你既是猶太人 怎麼向我一個薩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 耶穌回答說 你若知道神的恩賜 並知道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這個是主耶穌親自做給我們看的 薩瑪利亞人跟這個猶太人 當時是一直有一個種族隔閡在這個地方的 但是耶穌卻無視這個樣子的隔閡 而且展現了超越種族的界線的愛還有接納 我們要知道就是只有福音才可以有真正的包容 而且不只是耶穌 他所有的門徒也都是一樣 那彼得在這裡強調就是神不偏袒任何的種族或者是民族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敬畏神 我們看人不可以看種族 而是我們要因為敬畏耶和華 所以要跟耶穌還有跟彼得一樣 打破種族的隔離這個觀念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他是怎麼說的 我們 OW. 我們在公共和別處交通的選擇 立法院的選擇 iert了 現在我們可以說 你 appelel to speak about it and i'm sure that i share the sentiment and the feeling of everyone in this room in terms of the deep disappointment the disappointment is because this is now a moment where the court ha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equal 这是很浪费的尊重展 风险的途丝丧好图了 这种各样的避免 都是风险的途丝iosa人 这是非常方便的途丝 黑人与童产人 人生是人生的出国 但这些不一个论检查 这不是不一样的 是一个机会的过程是積运的 因此随着重度的产业 续元素 和许战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什么叫做平权?就是要让他们有特权 黑人要有黑人的单独的宿舍 其他种族不能进去 在大学里面要开放一个 只有有色人种的空间 白人不可以进来 他们想要打造一个种族特权 一个地区是可以有特权 他们想要有一个疆界 一个边境在那个地方 他们然后其他的种族是不能进来的 既然说他们想要回到1960年代 那个时候的种族隔离政策 像说黑人只能坐在巴士的后面 然后白人可以坐在巴士的前面 黑人跟白人的厕所要分开 那时候不是分男女 是分黑人跟白人 所以说他们想要用任何事情 在他们的眼中都是一个种族的议题 他们任何的 你刚刚可以看到连交通 然后呼吸的空气 几乎都是跟种族有关系的 然后一切都是因为 美国是个种族歧视的国家 各位感觉到自己有被歧视吗 一定是因为什么什么 就是因为美国就是个种族歧视的国家 他们想要重新点燃 种族歧视的火在我们的国家里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是怎么说的 Earlier this yea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sued new rules pushing twisted critical race theory into classrooms across the nation and also into our military our generals and our admirals are now focused more on this nonsense than they are on our enemies you see these generals lately on television they are woke they're woke we need a republican congress to ban critical race theory you know I had it banned through executive order and it was fine and then when we didn't get in they immediately reinstituted it but we're all gone but they have to get it out of our schools and they have to ban it in our workplaces and ban it in our states and ban it in federal agencies and ban it in our military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你可以看到两边 好像川普好像在说一个很坏的事情 然后贺锦丽好像在说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其实他们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 一边是要提倡种族歧视 种族隔离 种族特权 另外一边他想要 ban的东西就是 critical race theory 就是你不可以用种族肤色来去定义任何的人 当你在军队里面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他们是海军陆战队的 他就说 OK不管我们的海军陆战队 不管我们的肤色 我们全部都是流红色的血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为了美国而奋战 他希望创造这个样子 他希望创造一个人人平等 大家都可以靠着自己而努力 而不是说今天你是白人你就表示说 你之前是欺压别人的 所以说你之前一定是有黑奴 然后你就要去付黑人的赔偿款 我们现在在我们加州 刚过了一个黑人的赔偿法案 就是要把钱给黑人的族群 为了要补偿他们 各位要知道的就是 加州从来就没有过黑奴过 加州是一个加入到美国的时候 就是一个反奴役制度的一个国家 所以加州的人 加州的 我相信各位 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都是移民 来这个地方的 我们更没有有过黑奴过 而且只要是人往上追几倍 都一定可以发现说 原来我之前的真真真祖父是个奴隶 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 共和党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有一个没有任何用肤色来定义任何人 然后没有用肤色来批判任何人 我们要禁止的Critical Race Theory 是我们想要阻止种族隔离 种族分离 然后我们不想要在像1960年代 那个样子的事情再度发生 那下一个呢 就是性别意识形态 那基本上性别意识形态这个里面 其实我们会非常在意的 然后有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同性婚姻 另外一个就是儿童变性 那这个性别意识形态的问题 现在充斥在世界里面 你可以随意的就看到有六个颜色的骄傲旗 在商场的服装上面 在玻璃上面 有的人家门口还挂着这个旗 然后小孩的教室里头 图书馆里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问题呢 现在统称就叫做LGBTQ 就是女同性恋 男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别 以及不知道 就那个Q 他就是你说他是啥都行 我就说他不知道吧 那么在孩子的教科书里 在网络上 甚至呢 连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Katangi Brown Jackson 都没有办法定义 什么是男人 什么是女人 好像这个 借听这个事非常非常困难 就你必须呢 要有 就是你问说 你怎么定义女人呢 女人是什么呀 你可以告诉我吗 大家一听到这个问题 都不敢回答 吓得都闭嘴了 就说哎呦 哎呀 这时候来谦虚了 就真不好意思 我不是生物学的博士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简单的问题 但是好像现在 有一个非常高的requirement 你好像才能够讲说 男人还是女人 到底是什么 可是在今天哈 我鼓励你 我没有圣经的话 主耶稣 在2000年前 说了一句 非常非常经典的话 我今天才发现 他讲了一句 非常非常经典的话 那么这句话呢 就被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里头 主耶稣是这么说的 耶稣回答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 造女 并且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文 你们没有念过吗 耶稣问呢 说 这个经文 你们没有念过吗 是不是 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 一句话里头 一口气就回答了两个问题 对不对 性别有几个 主耶稣说 起初 那个起初造人的 是造男 造女 几个 两个 然后呢 有人说了说 同性恋能不能结婚 主耶稣也在这一句话里 同时回答了 说怎么样 人离开父母 要与妻子结合 女 大 两个人成为一体 然后呢 主耶稣说完了之后 还反问说 这经文你们没念过吗 说这经文你们没念过吗 我就看完了 我笑了很久 说是啊 主耶稣 谢谢你 这经文念过 所以我们念过的人 我们就必须要知道 神造人 两个性别 男和女的 那谁 想要推翻 最基本神创造的秩序 就是撒旦 没别人 而且撒旦呢 欺骗你啊 对不对 这个在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里面 告诉我们说 说他是谁 说他起初就杀人的 他不守真理 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所以撒谎哈 他就是攻击 哎 基督徒最主要的武器 就现在让人都懵懵登登 迷迷糊糊 是不是 就说 这个性别到底是一百个 还是几个呀 到底是几个呀 会不会变来变去 所以主耶稣就说了 这经文你们没读过吗 我们就说 我们读过 这个是上面 我们就是 再也不用纠结了 所以呢 俩男人不能结婚 俩女人也不能结婚 男人跟女人结婚 这个事不是所谓的中华文化传统价值 不是 这个是上帝的话 是天地有一天都要废去 但是永永远远都不会动摇 也不会改变的话 好 那么 在这个性别议题上面 包括像这个同性婚姻上面 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这两个 这个总统候选人是怎么说的 我们就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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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了什么我认为,你没停在这儿,你知道 gay rights are next Clarence Thomas said it Yep, who doesn't have gay people in their life? I actually was proud to perform some of the first same-sex marriages as an elected official in 2004 So if you're a gay couple, you can't get married We were basically saying that you are a second-class citizen under the law, not entitled to the same rights as a couple The court that Donald Trump created that is openly talking about what else could be at risk And understand, if Donald Trump were to get another term, most of the legal scholars think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maybe even two more seats that'll be up That means think about it, not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for the next 40 years, for the next four generations of your family What might be a supreme court that is about restricting your rights versus expanding your rights? 好,那个,谢谢 Kamala Harris,她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说如果川普再当选的话,会有两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空出来 那么空出来呢,大家知道川普之前就任命了三个保守派的大法官 所以杀无辜人写的罪,在联邦的层面停止 好,然后呢,她在这里讲说下一个她会攻的就是LGBQ,就是同性婚姻的这一块 所以她说,在接下来的四代,你是想要LGBQ更多,然后更多的同性恋,更多的乱性 还是你想要他们好好的按照神的真理,还有话语去生活 她说,川普会让你们的后代按照神的真理,还有话语生活 谢谢她,非常好的广告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川普 川普呢,对这个事情认识的更多 因为她了解到孩子的需要,她知道孩子在学校里面经历了什么 她知道这些人不想要我们有后代,她知道这些人想要砍掉孩子们的生殖器官 所以这个是她说的,她上任之后会做什么 在选对一步,我会向了日子抗疫情业练判 神经病的专业感染上,几个人生殖器官方 对更多的晓都做出声音乐 替你敢信任? 这是假许的话,就是拖动病人 肯定的这种孩子 本来对育的 waterfall 没人看看大肯定的 但是,这个事情 сод以来,这个事情 都取得一番的 I will then ask Congress to permanently stop federal taxpayer dollars from being used to promote or pay for these procedures and pass a law prohibiting child sexual mutilation in all 50 states It will go very quickly I will declare that any hospital or healthcare provider that participates in the chemical or physical mutilation of minor youth will no longer meet federal health and safety standards for Medicaid and Medicare and will be terminated from the program immediate 好 他讲的很全面 就这个他后面还讲了更多的那个法律法规就是他会做的事情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把前面一段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给接下来了 他在这里讲的东西我都完全同意 而且我觉得这些事情应该是马上马上就应该被做到的事情 但是非常可惜在民主党的方面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那接下来就是均付 收入均付 每个人对于公平的定义都不一样 一直直到金钱出来之后 人就开始有一个共享共产的资产分配的这种想法 那这种想法很简单就是 那个人未免他有钱了吧 我有钱的话一定会怎样怎样 如果我今天是那间公司的老板的话 我一定会对我的员工怎样 简单说就是我一定会是很慷慨的使用别人的钱 一个极度贪婪的一个思想 那政府也是这个样子 从希腊罗马的公共澡堂 到现在的全民健保 社会安全号码 社会安全号码 这些东西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 直到马克思跟他的朋友恩格斯出现 那把一切合理化的人类贪婪的东西写成了一个经济学 就是社会主义跟马克思跟共产主义 那圣经是怎么说的 均负这个样的东西 这样东西这个情况是只要有人类就一定会发生的 我一定会慷慨的使用你的钱 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 十读新传第二章44到45节 信的人都在一处繁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十读新传第四章32节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 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那这里被很多的支持共产主义的神学家 还有骗钱的牧师说 这是一个资产共享 OK 这是圣经式支持共产主义的理论的 但是其实这样其实 当初初代教会的时候 他们这个样子做的时候是自愿的 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 而且他们是出于爱的 跟社会的需求去做 不是为了一个什么崭新的生活方式 他们是为了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 叫做教会 是透过圣灵的运作 还有彼此的爱还有信任 在没有任何私心的情况下 建立了一个连他们都很短暂的一个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也很快就崩溃了 使徒行传的亚拿尼亚跟萨菲拉 这对夫妇就是这个样子 社会主义的意思就是 以共产主义目标的方向为前进的社会制度 左派把这些人叫做 把这个叫做进步 而且是强制的 不管是使用税收还有强制的征收 透过国家的怜悯 那哥林多后书九章第七节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做难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也就是说神要的是我们的心 跟初代的教会的制度其实是一样 我们要去帮助穷人 我们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要去做的时候是要快乐的 是要自愿的 对彼此好是神所喜悦的 而且十戒告诉我们说不可贪婪 其中就表示了圣经对于懒惰跟工作的这个态度 圣经鼓励我们努力的工作 然后承担个人的责任 《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十节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有不劳而获的思想 更不应该认为说我们可以用神和宗教 或是政府的力量来促成君夫 连耶稣自己都这个样子说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世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耶稣说谁立我做你们的断世官 帮给帮你们分家业呢 我们要谨慎自首免去贪心 因为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价值 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的财富 而是与神的关系以及属灵的丰盛 所以圣经是不支持共产主义 跟社会主义这样子强制的均富政策 但是却呼吁基督徒要去光怀穷人 还有有需要的人 而且要用自己的财富跟自己的这个资源 来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真言十九章十七节 联敏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立位纪十九章九到十节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 不可搁进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不可摘进葡萄园的葡萄 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个人对穷人跟弱势团团体 要有特殊的关怀 而且主动的分享我们的财富 就跟在使徒行传里面发生的事情 其实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知道 金钱是一个神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神说我们可以拿来试探 他的祝福的 神的祝福的方式 但是神也警告我们 金钱也是神最好来试探我们的方式 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节 摊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坏 且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也就是说神鼓励我们去赚钱 鼓励我们努力 但是却不断地在警告我们 要有正确的财富跟价值观 不应该过度的依赖 以及追求世界上的财富 以及民生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Kamala Harris 她是怎么说的 我们必须继续地勺 选择为练习质 社区负倾责 我们必须继续地勉择 由于民主党的团别 我们必须 终于核档 成立的所缺试 而让大家有高兴 见没有办法 因为是 选择减责热 务责 慢慢推翻 制装 从中国大陆或台湾来的应该都可以 听过就是什么人人有遗传人人有疏毒人人有防住人人就是那时候的总统还有总书记都会讲出来一堆你只要服从在我下面就你们就平等了无错邦嘛就是做不到说的挺好听但是你就是大概有点尝试你就发现什么晚上都捏在一起说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川普总统候选人总统候选人Donald Trump他是怎么说的 Wirds we cannot have free and open trade if some countries exploit the system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we supportfree tradebut it needs to be fairand it needs to be reciprocalbecause in the end unfair tradeundermines us allthe united stateswill no longerturn a blind eyeto unfair economic practicesincluding massiveintellectualpropertytheftindustrialsubsidiesand pervasive state-led economicplanningtheseandotherpredatorybehaviorsaredistortingthe globalmarketsandharmingbusinessesandworkers not just in the u.s. but around the globejust like we expect the leadersof other countries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aspresident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always protectthe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our companiesandour workers here is the deal that I will be offeringtoeverymajorcompanyandmanufacturerwithin our countryI will give you the lowest taxesthe lowest energy costsI will cut your energy in halfthe lowestregulatory burdenandfree accessto the best and biggest marketonthe planet earthbut only if you make your producthere in americaandhigher american workersfor the jobyou know 簡單說就是川普的政策是支持自由貿易支持資本主義支持你可以創造你可以公平的在市場裡面競爭來創造屬於你的財富的你可以創新你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務來去為了你的財富為了你的資產來奮鬥 但是賀錦麗方面她說的是我想要大家都公平她想要去控制這些錢控制你的錢控制我的錢控制所有的人錢提高大家的稅收讓所有的人都活在赤平之下然後讓政府公平的發給大家公平的讓大家都可以均服達到一個大家都沒有任何比較的一個糊塗方 這個就是共和黨跟民主黨最主要的兩個大差別 好那非常感謝大家今天跟大家呢很匆忙的很倉促的討論了六個議題是按照聖經的原則如何去思考如何去投票好那接下來我們有非常精彩的關於這一次加州公投案的十個法案的分享好下面讓我們一起來歡迎蜜姐妹 謝謝大家好我可以要那個host co-host 我要share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我知道現在時間也有一點晚那我很快就可以嗎 ok 等一下 好 我現在就來先分享今年加州有十個公投案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公投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呢我們就先來講 提案二是授權發行用於學校公立學校跟社區大學設施的債券跟立法的法規 提案三婚姻的憲法權利 它是屬於立法憲法的修正案 提案四授權發行用於安全水資源野火預防以及保護社區和自然土地免受氣候風險影響的債券 也是一個立法的法規 提案五 允許在獲得55%選民批准時允許為可負擔住房和公共基礎設施發行地方債券 它是屬於立法跟憲法的修正案 第六個提案 取消允許被監禁者非自願服勞役的憲法規定 所以它也是一個憲法的修正案 第32號提案 提高最低工資 這個是一個倡議性的法規 第33號提案 擴大地方政府對住宅物業實行租金管制的權利 它也是一個倡議性法規 第34號提案 限制某些醫療服務供應者使用處方藥物 處方藥的收入 它是一個倡議性的法規 第35 針對Medical醫療保健服務提供永久性資金 它是一個倡議性法規 第36號提案 允許對某些毒品和盜竊犯罪提出重罪指控 並加重刑罪 它是一個倡議性法規 好我們就來針對這個 這幾個來先講 我有個前提提要 就是我們是天國的子民 所以當天國的子民呢 就是說我們要做的就是要讀聖經 要把聖經的原則用出來在我們的生活上面 就例如像我們要過內在生活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聖經的原則在我們的生命才能夠來更新改變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 同樣的地上的選民 我們也有我們要讀的東西就是 美國憲法聖經世界觀 Biblical citizenship 然後還有就是最基本的選舉手冊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是因為我舉個例子 我們常常在屬於幫助窮人這件事情上面呢 我過去呢就是屬於純粹地上的選民 就是說我就是給錢給他支援一直幫助他 等於是一直把食物餵到他的嘴裡面 但是呢當我成為基督徒之後 我發覺聖經的原則呢是在救急不救窮 神永遠都是幫助我們成為一個有釣魚的這個能力的人 而不是一直在 就是一直的把食物餵到我的嘴裡面 因為這樣子至終是害了 害了這個被幫助者的人 他會失去一個長大成熟的能力 所以這個是 就是如果我們沒有基本的聖經這個原則的話 沒有這個底線的話 其實這就是這個跟我們要 等一下要講解這些公投是很有關係的 那這個呢我特別要介紹我剛剛講的說 Biblical citizenship 我自己有上過這兩個 有上過兩次這個 就是以聖經世界觀的美國公民 他其實很重要 因為他是透過聖經原則 怎麼樣幫助到 應用到我們的生活的周圍 那特別是我們現在 國家面臨了很多 剛剛Eason跟Felisha 講到的很多的議題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已經 跟聖經世界觀脫軌了 那還有一個也是還不錯的資源 就是很抱歉 這是英文的 這個也是剛剛 像Eason跟Felisha講的 聖經世界觀 來回答今日的這些 Current events 現在美國正在發生的 甚至是全世界正在發生的 這些吊詭的事情 那還有就是 有兩本中文書 這個也是我自己有的 就是第一個是美國憲法 左邊這個讀透美國憲法 你會看見美國憲法裡面 很多基本聖經原則 是一個非常寶貴 非常有意思的一本 美國憲法的一個解讀 那另外一個 右邊的呢 這個藍色是 美國憲法簡明問答 這個其實在很早期 美國他們每一個孩子 從孩子開始 他們都有一本類似 像這樣子的書 這是翻版 就是聖經300問 每一個孩子 就是300個問題 然後有解答 所以孩子都知道 美國的這個憲法是什麼 那所以他們 除了聖經以外 他們對於憲法 也是非常懂的 那當然就是我剛剛講的 大選的選舉指南 這個非常重要 我常常聽到很多人 收到這一本書之後 不知道是什麼 太厚了看不懂 就直接把它丟到垃圾桶 但是呢 我也想要跟大家講 其實裡面藏了很多 重要的資訊 不要常常怪政府 說沒有告訴我們 怎麼欺騙我們這些話 其實是因為 我們沒有自己去讀 我就是highlight這個 他說 他裡面就要講說 這個cost will pay with highest property tax 這個就是已經白紙黑 一直跟你講啊 就是你要付更多的稅 OK 所以你在做這個公投決定的時候 就要仔細看 那還有一個前提就是 我們平常有沒有在監督政府 我們知不知道政府 是不是有合理的使用我們納稅人的錢 還是沒有依照我們納稅人的意願去做開銷 OK 例如說在加州很多的毒品合法化 提供免費毒品啊 提供免費酒啊 還有非法移民庇護啊 給他們零用錢啊 免費的medical 我不是說不要去照顧他們 既然人家已經來到這裡了 那我們還是 you know 我們就是要愛淋舍 但是呢 問題是當這樣子的 現有的資源就在那邊的時候 那可是政府他一開始就沒有來尊重納稅人的這個事情 那就任意的去把我們的州變成非法移民庇護州 然後任由這個錢就是拿去使用去照顧他們 還有像變性庇護州多代庇護 這些全部都是用納稅人的錢去支付的 那所以呢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是父母 然後你把這個要繳學費的錢去給孩子 去學校繳學費 或者是給他一個指定的用途 就說你這個錢是要來做什麼的 可是如果他沒有用在這個指定的用途上面 他就是去亂花了 然後我們做父母的會一直給他無限制的錢嗎 還是說我需要跟這個孩子好好溝通一下 就是說這個錢是要用在這個上面 但是呢你知道其實這就是我們大部分納稅人對政府的態度 就是我就是一直納稅 我不管你怎麼用 所以呢這個真的我們要轉換我們的立場跟角色 這個就是在2020年的時候呢 在這個舊金山他們有一個叫做酒精管理計劃 他們如何去幫助這個酒精上癮的人借酒呢 他們就是拿我們納稅人的錢呢 在四年內花了兩千萬美元 就是一直讓他們去喝酒 給他們VACA跟啤酒 所以這只是舉一個例子 讓大家知道這個政府 他是怎麼使用我們納稅人的錢 那再來講到我們來看看兩黨的比較 就是他們今年對於選舉這個公投的答案 你會看到左邊呢是民主黨的 他基本上所有都是yes 只有36號法案是同no 那他們在34號法案是沒有任何的立場 那在加州這個共和黨呢 他有的有yes 有的沒有沒有立場 三號他就三號法案就是這個婚姻的事情 一男一女的婚姻 要不要去改這個憲法修正啊 他沒有立場 那還有其他他都投yes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自己選民 我們市民 我們去做了真正的research之後 到底有差多少 那第一個呢就是說 所有的債券呢不是免費的 因為政府並不是盈利機構 政府的錢都是從納稅人來的 所以當政府發行債券的時候 意思是我們在跟我們自己借錢 然後債券最終 他是要至少有兩倍以上的利息 而且多數是要從房產稅 就是地價那個property tax出來的 所以呢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你去投債券yes的話 你支持債券的話 那你會知道你的房產稅就會慢慢的增加 這樣 那提案二呢就是我告訴大家 是一個很很大的principle 那大家可以再去看你的選舉手冊 他有正反方的一些辯論 所以這個也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但是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而且我覺得我們要成為一個有智慧 一個聰明的選民 所以我們要抓住大方向 就是基本上 因為剛剛我之前講的說 如果政府他並不是好好的 做一個budgeting 做一個使用金錢的好管家的話 基本上我會對於所有的債券 我都會覺得 我需要好好控制你的經濟來源 就像一個我們管孩子一樣 他如果亂花錢 我就需要讓他有一個控制 所以提案二 雖然他講的是說 要把這個債券是要來upgrade 學校的一些硬體軟體設施 畢竟我們是在加州嘛 我們有很多的設施 其實還是很老舊的 那所以他的這個債券是要去 180億就是包括這些 零零散散的一些費用 並不是只有債券本身 還有包括利息 還有這管理費各方面 其實我們未來我們的孩子 下一代next generation 他們將要支付180億的債 那提案三 接下來提案三呢 就是講到說 他是從ACA5的這個婚姻平權 在加州的州政府 有三分之二的立法者 已經通過之後 他帶到公投 要讓我們的選民 繼續來做最後的決定 所以呢他就是說 要從我們加州的憲法 就是說聯邦有聯邦的憲法 我們加州也有加州的憲法 我們加州的憲法 目前還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 那大家都會講說 可是我們已經同性合法化 那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法規 跟我們的憲法是不合 是是抵觸的 就意思說現在我們的政府 有很多都是在違反 做違反憲法的事情 那既然已經拿到 同性婚姻合法 這個平權的權利 那為什麼 到底他們的動機 為什麼還要再去改 我們的憲法呢 其實這個我們就 交給大家去決定 你知道其實 雖然說 這一個法案 如果公共通通過 好像沒有任何的cost 但是呢 其實我們最大的 consequence 就是我們到底要給下一代 什麼樣的價值觀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道德問題 這個道德問題 一旦發生之後 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們生活的層面 就像剛剛Eason Felicia講的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都是人心出了問題 沒有符合聖經的規矩 沒有符合聖經 神怎麼說 所以很多東西 一旦脫軌了之後 或許暫時沒有看出來 什麼樣的後果 但是其實我們住在家中 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後果了 那提案是呢 也是一樣 它是一個債券 那100億 我們是不是要讓孩子繼續背呢 那這個提案是 為什麼我們覺得要no的原因 是因為 事實上 我們自己平常在納稅裡面 政府就應該平常要去做maintain 這些公共設施 甚至在聯邦都有這個野火乾旱預防的 這些很大的資金來從聯邦撥款到州 所以其實只要我們好好用錢的話 其實我們是不缺錢的 那再來提案五呢 就是講到說憲法修正案 提案五是一個非常非常算是複雜的 但是呢 大家這個 我盡量解釋的清楚 其實提案五這個事情是說 要把這個房產 房產稅呢 通常有關稅的這個稅率呢 你要 除了在加州的這個立法者三分之二通過以外 它還有一個就是 要放到公投上面讓 選民也要有三分之二的通過 所以呢 這個房產稅 如果他們要調降稅率 升稅降稅什麼 通常都是升稅啊 沒有降會這個是 升稅的話 就是這個門檻 我們投票的門檻就比較高 因為這個都 這個很重要 不能隨意亂 不能隨意 就是讓它去發聲 所以呢 他們其實是要把三分之二的投票門檻 降到百分之五五十五 意思是說 他們比較容易從我們 納稅人口袋拿這個錢 那 其實 你知道我們現在 無論已經是背了很多的債務 然後還有 這是現在這個 如果說這個 房產的東西 如果讓它通過的話 其實我們真的是非常 以後再 我們會更多人買不起房子 我們的孩子已經養不起孩子 也買不起房子了 所以這個 只是會更加重整個房地產的市場 是非常的disaster 然後提案六呢 就是講到 它也是一個憲法修正案 那它講到說這個奴隸 那事實上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在監獄裡面呢 它有一些輔導的機制 就是講到 在台灣我們叫做更生人 就是說我們需要給他一些教育 然後讓他回到社會的時候 然後不再去打砸牆啊 然後要做一個 就是 就是說你要去工作 你才會有這個 有重才有收這樣子 那但是呢 或者是說 我們一個小孩子 如果他玩玩玩玩具的話 他要自己把東西收好 那這個是他自己的責任 他自己要長大成熟 做這個部分 可是現在呢 加州整個的 立法跟 對於罪犯來講 他們是非常寬待罪犯的 他們覺得即使這個是更生人的 其中一個輔導的部分 但是他們都把它講做是奴隸 所以呢 他們也想要把這個憲法改掉 就是說 這個部分犯人 不要 我們不能奴隸他們 其實這是一個很糟糕 就是我們剝奪了他成熟 長大成熟 恢復一個正常人的這個權利 然後再來提案32呢 就是講到最低 加州最低工資每年根據通貨膨脹來調整 那事實上 政府 他並不是 這個 這個老闆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 做小生意的都知道 就是說 如果我有賺錢的話 那我就可以給我員工調薪水 或者是我的員工 他的表現好的時候 我給他一些獎勵 但是呢 如果是透過政府來規定這個 這個企業家或者是小生意的人 就是說 我不管你賺多少錢 你這個 你要照顧員工 所以呢 那個員工的薪水就是要根據通貨膨脹來調整 但是問題是 當我這個企業家或者是我這個做小生意的 我根本沒有賺到這麼多的revenue的時候 然後我其實我也要配合政府的法規 所以我可能會負擔不起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原因 其實加州為什麼這麼多的生意 這些business正在搬離開加州 因為對太多做生意的 做這些小生意的人 真的是太不 不夠friendly 不夠 就是 對他們講這個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再來提案33 它 很簡單就是擴大地方政府的什麼什麼的權利 那其實我們如果你有去讀美國憲法 跟美國的這個經濟的話 其實還有美國的政治體系的話 其實就有講到大政府跟小政府 那事實上美國我們是 在早期先祖他們是要講小政府 因為當政府一直在擴大權力的時候 就像前面講的就是說 政府太過大權力的話 會變成一個一黨專制 那其實人民的權力就會微小 那如果就是絕對權力就會有絕對腐敗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很小心 那再來提案34呢 其實大家對這個有的是yes 有的是no 但是呢 事實上 提案34號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無論投yes or no 我們都是吃虧的 那 所以 至少我們看到 Silicon Valley Taxpayer Association 它就是說投yes 那也有律師在不同的平台 他就講說是no 有什麼樣的原因 那我覺得其實相對於其他的 像剛剛3號的法案 就是講婚姻制度啊 或者是這個奴隸制度啊 或者是5號提案 這個跟我們的房產 其實34號提案相對來講 這個 這個還 既然我們怎麼投都是吃虧的話 我們就是 you know 也就這樣子了 那35號提案呢 為什麼我們會是反對呢 是因為 就是你要看到keyword 就是它是一個永久資金 那這個州的成本就是有20億到50億 那無論他在講到說 要什麼樣 要計劃生育什麼的 其實很多時候內容我們不見得看得懂 但是你就看那個keyword 然後呢我特別看到就是 他的支持者就是Plan Parenthood 所以我們都知道Plan Parenthood是一個非常 就是一直在implement很多的這個墮胎 一直在學校在洗腦這些變性的啊 很多很多糟糕的事情 所以呢這個我們也是要反對 那最後我要講的提案3呢 這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的朋友真的都不去投票 給總統候選人什麼話 真的是這個提案36一定要去投yes 因為呢這個就是要去修正47號法案 這個零元購的法案 這個提案36是我們好多南北家很多的義工 去外面不辭勞苦風吹日曬雨林 去收集到足夠的簽名 放在這個公投上面 然後呢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投贊成 那雖然他不是完全去就是 去反把這個47號給翻轉 但是至少他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就是把他加重罪行 而且有給他們就是有一些treatment 就是一些戒毒啊或者是需要行為上的指正糾正的 其實就給他們一個機會 而不是只是就是沒有任何的 不抓不搶沒有給他們這些punishment 沒有給他們處罰也沒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這個是給他們一個勤禮法 讓他們至少有個重罪 他們知道做錯了就要進監牢 或者是給他們一些在mental上面的一些幫助 所以呢這個是今天我們要 分享的那最後呢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法案是一個不容易了解的事情 但是呢只要我們有 開始有這些聖經世界觀 跟美國的憲法原則的時候 而且平常我們也在監督政府 只要把握大原則 其實八九不離時 我們就可以投出一個還蠻 還蠻對的答案 那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謝謝 哎其他人都不見了 好謝謝請問那個 一整個你們還在啊 好 那我知道時間有點晚了哈 但是不管我覺得機會很難得 好不知道有沒有人要補充 或者有什麼要問題 好也謝謝前面兩位還有命 好對法法案呢 做一個說明 我知道 有些東西可能短時間不容易 但是 就像剛剛講的 努力去抓住幾個keyword 了解一下 好有沒有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要提問呢 或者是 我知道我們 線上有些人也有著參與在這方面 有沒有要補充的 嗯 有沒有 對不起啊 我 我 我能不能補充一下 請說 呃 等一下 對不起 這個想要把螢幕打開 等一下哈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 呃 我只是想再解釋一下 這個 呃 等一下 Sorry 呃 我只是想解釋一下說 就是有關Proposition 5 我只想大家 讓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這裡在座有多少人都有自己的房子 很久了嗎 就是想請問一下 因為不知道大家對對Proposition 13熟不熟悉 呃 能不能有人舉個手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是蠻重要的 因為 Proposition 5 它主要的目的 實際上就是摧毀Proposition 13 為什麼你們的 為什麼加州的房子 的 的 那個 地產稅 會比 在Texas 什麼都還便宜 還合理 那是因為Proposition 13 的關係 限制在只有2% 就是說你 因為 因為 加州的房子暴漲了很久 那為了保護老人家 所以因為他們老人家很早買 買房子 只有5萬 突然一下跳到100萬 假如照著他的 就是現在的價值去 去 呃 估價的話 就是說他們的那個稅金 根本付不出來 就要把房子賣了 這個是 這是Proposition 13的起源 所以 但我們現在 有房子的人 都有受賄 所以 因為 你只要買了房子以後 你就是以原價 在每個 每年 只能調2% OK 那為什麼 Proposition 5很重要 是說 其實左派他們 很早就很 看不慣這個東西 因為他覺得他們拿的稅金不夠 所以一直想把Proposition 13弄掉 可是他弄不掉 所以呢 他們現在改了一個 Proposition 5的意思 就是說 他要把它降低 從本來要3分之2的人投票 同意 才可以做一個bond 可是他不 他要把它降低成55 就是以這種變相的方式 再加在你的Property Tax裡面 因為Property Tax有兩個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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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除了用你的價值來歸以外 還有所有大部分的這種 這種 這種公債都是 公債都是 用 加在你Property Tax上面 所以你的Property Tax 你會看你是超過兩個 付超過 就差不多1%左右 那假如他通過的話 你的 就大家的Property Tax 會增加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個可能 就像 命獎的解釋 有點複雜 可是我希望大家好好研究一下 因為這是很久以前 就在發生的 所以他們因為 打不掉 Proposition 13 所以他們要用這種奇怪的方式 在變相的 在為大家加稅 所以要大家小心 好 謝謝Alice的補充說明 我是不太懂 我也沒防止 不過我知道 很多事情要把門檻降低的那個 通常都不是好東西 OK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 好 我想好 這個其實選舉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真的能不能去 去去去去這樣很堅持 我們都知道要符合一個聖經的原則 符合聖經的價值觀 我們要捍衛我們聖結的生命等等等等這些 當知道但是我們要行動對不對 更要行動 那個剛剛我就想到雅各書裡面有提到的說 他說什麼人若知道行善卻怎麼樣 不去行 這就是他的罪 啊 有沒有神經病人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 重點是卻不去行 你該知道你怎麼做 可是你不去做 這就是他的罪 神經很清楚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要選什麼樣的 我們知道 應該是 不管是我們的領導 我們的政黨 甚至提出的法案 都應該是在我們聖經的價值觀裡面 都知道 但你要不要去投票 你要不要去選出那一個 你要不要去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你若不去行 這就是你的罪 這就是你的罪 所以真的是 我們基督徒都有這個義務 真的是 來選舉 用我們的選舉 用我們的選票 你不是只有選出一個國家的發言人 應該是怎麼樣的 總統當然是國家的發言人 對不對 他應該是怎麼樣的 所做的 包括政黨 還有說這些的提出的法案 都是應該在一個聖經價值觀裡面 還有對不對 我們真的是要選出怎麼樣一個 那你要不要去做 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真言裡面也有提到說 公益怎麼樣 是幫國高舉 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是不是 怎麼樣讓美國成為到一個公平公正公益 甚至是一個聖結的國家 是屬神的國家 是真正屬上帝的國家 在乎每一位可以投票的人 那我們不能投票的 真的怎麼用禱告 或者是說我們怎麼樣的參與在這當中 參與在這當中 你不是不能投票 我們就不能做什麼 真的啊 我們有很多可以發聲 我們可以去影響我們周遭的人 那有權力投票的人 我們可以像幾位這樣子 努力的發聲 讓大家清楚應該怎麼去選 OK好 真的是讓我們美國重回到神的手中 好 謝謝大家 那最後我們會請 醫生或是法律師 你們誰可以帶我們做最後祝福祷告 好 感謝師父讓我們有這個機會來去 分享現在在美國發生的事情 還有我們為我們未來的大選來祷告 請你真的使用這一次的這個選舉 讓我們可以更接近你 讓我們可以更靠近你 讓我們可以更了解你的心意 讓我們可以有勇氣的去影響我們身邊的人 讓我們可以感動 用我們自己的生命來去感動 我們周遭的人 讓他們有勇氣 為了真理而戰 為了正義而戰 這次選舉真的就是一個照妖鏡 大家的每一次選舉其實都是一個照妖鏡 我們把敵人在我們面前張牙舞爪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不去懼怕 我們要如何在民主 可能我們身邊的人跟我們的意見不同 他們全部都墮落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保持我們自己的聖結 我們要如何跟這個世界分別為神 請你讓我們有勇氣 讓我們可以跟彼得一樣 說 經營我都沒有 但是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給你 就是耶穌基督的名 我現在請你起來行走 請你讓我們可以使更多的人起來行走 讓我們不要只聽到 我們要去行道 讓我們有勇氣 讓別人看到我們的時候 別人看到的是我們的勇氣 所以看到我們跟隨耶穌 請你使用我們這一次的內容 讓每一個人可以聽得懂 而且可以真的去投票 而且影響身邊的人去投出正確 而且神聖的 而且屬神的一票 請你保守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將禱告奉到耶穌的名 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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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三位 謝謝大家 期待我們下次看在安排什麼時間 我們下次見